KFRIEND宣布亚洲巡连启动 网上图片 女团KFRIEND在2018年就有不少好消息 除了首次举行专场演唱会和在街唱片将得到最佳女子组合奖 KFRIEND所属的Source Music更表示 女友们要开始出道后的首歌亚洲巡违演唱会 网上图片 网上图片 Source Music表示 KFRIEND将于2月28日在台湾举行单独演唱会 Season of KFRIEND 并以台湾作为亚洲巡违演唱会的起点 未来议会到泰国 香港 新加坡 新加坡 日本等地巡违演出 以KPOP 女团代表的身份 女团代表的身份 与海外粉丝制造特别的回忆 网上图片 网上图片 金钟轩自杀身亡 陆寒发文道念朝黑 偶像的压力究竟有多大 12月18日晚 噩耗传过来 S&POOS旗下韩国SUNNE男团成员金钟轩被抱在家中烧炭自杀 之后被姐姐打电话送往医院 但是很可惜的是金钟轩在心肺复苏的过程当中 医生宣布已经生理性死亡 消息一出 网上炸开了锅 纷纷悼念 因事发前十篇还举行过个人演唱会 很多粉丝们不能够接受那个年轻帅气的他已经离去 当晚23点左右 SM娱乐方面官宣称 已确认金钟轩死亡 葬礼将安静地举行 金钟轩离世前 曾留下 到现在为止 太累了 把我送走吧 把我送走吧 请对我说辛苦了 最后的问候 给姐姐 其朋友也表示 金钟轩之前总说没有达到大家的预期 很想做好 但能力不足 可想而知 他生前承受了太多的心酸和压力 金钟轩 但让人心痛 让人心痛 昔日的同门们也在微博上发文哀悼 包括流量小声陆寒 他在次日晚上19点发文 不敢相信 一路走好 最好的主唱 本以为这只是简单表达哀悼的话 却遭来网上无数的谩骂 也许是网友不敢相信金钟轩离世的消息 因此在网上传出来了金钟轩离世的消息有误 他还在接受抢救的时候 陆寒提前发文悼念的行为就成了黑点 被骂蹭热度 只是谁又能理解陆寒痛施固有之苦呢 金钟轩的离世震惊了整个韩国 似曾相识的一幕 当年乔任良的离去 一个短片抑郁症的生活 带我们走进抑郁症患者的内心世界 他们的心被踩在泥里 却不得不假装坚强 总之希望每个人都能被生活温柔一代 偶像的生活真是一个压力和收益 完全成正毙的职业 几年累积的财富 就可以超越普通人几代的积蓄 而且被人爱戴的光环更是千金难买 大型演唱会的万人合唱 几万人煽呼啸的声援你 那时真是一种美妙无比的滋味 同时巨大压力也接踵而至 网络上的恶意辱骂 无法拥有普通人的生活 恋爱 交友都很困难 这点在韩国娱乐圈更是夸张的淋漓尽致 但是偶像在艺能界里仍然是主流 而在这个圈子里 光靠脸做偶像也不行的 必须积极进入主流 其实中国艺人同样面临很多压力 生存压力这一关 很多艺人就跨不过去的 相比与于韩国相对成熟的运作系统 中国艺人们需要面对很多极奇怪怪的神奇规则 其他程度不强于韩国某些公司 因为抑郁症 离世的乔任良再度被推上热搜 大家再悼念之余也感慨艺人的不容易 唉 总是在出现这种视网友才知道 反思应该给艺人空间 然后呢 几天后转身就忘了 又随口说些伤人的话 以后每天都记得要善良 共演